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GoGo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想做一次手势盒的分享 因为距离我上一次做手势盒的分享已经过去一年了 上一次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手势盒的展示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我又买了不少手势 而且我个人的审美也发生着一些变化 所以相对于一年前的手势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那么因为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就挑了一部分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来做一些分享 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呢就都在这里 又包括了音乐 发夹 发簪 然后手镯 还有耳坠 我分了这五大类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手势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 就是跟手势盒其实是有一种就是妙不可言的缘 缘妙不可言 就是这件手势可能戴在别人身上很好看 但是可能并不适合你 所以就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 而且自己喜欢就是那种一眼看重 就是她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非常难的 另外呢因为我买的这些可能因为时间很长了 或者因为本来数量就很少 或者有的是我自己来料做的 现在再买到一模一样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所以我希望不必执着于同款了 就是有时候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不同的材质或者一些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的工艺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按就是从左往右这个顺序来吧 就这样过来 首先是阴落 嗯 我这里挑了三条我最近一定常戴的 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就这三条 因为天热的话就比较容易出汗嘛 所以我拒绝戴一些金属配件特别多的音乐 因为很容易氧化 然后这几条是我最近比较常戴的 一条是这样的 它的项链部分是背珠 是 就有点像香槟金色 就比白色来的更好配一点 然后下面这颗坠子呢 是一颗黄背的宝宝锁 这个它有点光泽感 所以就是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条除了我配汗服 平时也会配一些长服 就是时装 就是它还蛮 蛮百搭的 你们看到效果吗 就这样 哦 平时配一些小裙子什么的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造型还蛮合适的 就特别可爱 这个宝宝锁 像一颗小爱心 然后第二条呢 是这条银石和珍珠的一条银肉 它比较短 可以当苏骨链来戴 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精巧的一种感觉 我还特别喜欢这种颜色的银石 所以它特别适合夏天 就是这样的 它不是很长 然后第三条呢是这条海兰宝 它也是这种下面是一颗宝宝锁的吊坠 然后这是我自己买的这一颗 然后是来料做的 然后上面呢配的就是海兰宝和应该是草莓精吧 袋上呢是差不多这样的 这样子 之前在微博上面看到某一个博物馆有一条 就是非常瘦女性配色的潮珠 我本来想用臂喜来做的 但是臂喜太贵了 文物是臂喜的 然后臂喜太贵了 所以只能找海兰宝和草莓精的代替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发夹吧 发夹 因为我觉得发夹是特别日常 又特别百搭的一个单品 像这种 这两支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了 无论是我视频里 还是我平时微博发的照片里 都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一个方法是你可以直接夹在头上 夹在头发上 然后它还有这个流速我觉得特别好看 这个流速还是可以拆的 像这样一条流速拆下来 你还可以挂在包上啊或者荷包上 不可以 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单独带 然后除了夹在头发上呢 还可以夹在任何你想夹的衣服上 比如这样 它就练习一个伪造的胸针 像这样 像这样都可以 我还喜欢把它夹在就是胶领 胶领的这个位置 大金的位置 接下来的一对发奖呢 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的一对 就我已经很多次的表达出了我对它的喜爱 就是这一对小蜻蜓 我差不多每年夏天都会买一对小蜻蜓 因为夏天有六七月份 就是特别适合带小蜻蜓嘛 而这一对是我买过的所有蜻蜓里面 最可爱的一对 因为它的翅膀是圆大 然后它本身还长着这种我最喜欢的颜色 像这种蓝蓝绿绿的半透明的 然后还有点换色的 这种特别好看 然后还是可以把它戴在头上 就是最长的这样夹一下 或者把它直接夹在也是衣领的位置 这样也可以 有点像领带夹的感觉 特别好看 就防止一只小蜻蜓飞到你们身上 然后这一对发夹呢 我还买了跟它同一套袋 这里我还买了一只发拆 反正都长一样 这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然后耳朵一会儿也会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只发夹呢 就是我去年收到的这一只秀鱼花的发夹 秀鱼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材质 因为它绿 然后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日常 你平时可以戴在头上 对吧 也可以夹在衣服上 都好好看 这个稍微有点重 哎呀 夹不住 还是夹头上的 这只流苏呢也是可以拆卸的 这样的一只呢 可以挂上耳垂或者耳夹 就可以当耳环来戴 反正我觉得也是蛮实用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只 接下来呢是发髒和发拆 就是比较不日常的部分 然后最近其实买的不多 所以我就挑了几只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是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的这一只蝉花 目前做蝉花的商家不多 然后用丝线来做蝉花的商家更少 我看到有的是用棉线来铲的 就光泽感就比不上丝线嘛 丝线的光泽感真的特别好看 我是希望再度一点双家来做这种蝉花 因为它真的很好看 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人发现它的美 但是蝉花也可以自己做 因为难度高就是比较费时间 然后是这一只玉簪花 它应该是粉金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它的造型 因为就它既不像其他有的玉簪花那样 就特别浮夸 然后又很重那种造型 但是它本身又不是那么的日常 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雅吉啊 或者传统节日的时候 尺寸呢我也觉得刚好合适 但是我个人不喜欢特别大的 所以就 这种大小我觉得是真好的 而且它平时就这么摆着 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后面是 后面是这支竹叶簪 这支我也发过图 这支应该是去年91分的时候录的吧 这种竹叶的造型和颜色也是特别适合夏天的 然后它这个有个流苏 我觉得特别好看 质感和光泽感都特别好 然后这花瓣应该是玛瑙或者仿玉吧 颜色跟我这支手镯特别像 你喜欢 然后流苏是可以拆的 这样拆下来之后 可以挂在一些荷包上 或者当扇坠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这三支呢是我比较喜欢的拆 然后是耳垂部分 这一年我买了好多好多的耳垂 好多好多的耳垂 作为一个没有耳洞的人 我一开始是拒绝带耳垂 因为我也怕痛 但是直到有人送了我一对耳夹 我带着发现并没有那么痛 我觉得还好 就是比较轻的那种耳垂 所以带着是不会痛的 除非像就是我之前发的那对公布灯 你带着真的会有点痛 因为它肿 然后平时那种比较轻的就不会 那么这里也是三对我最近常带的 一个是跟刚刚蜻蜓配套的这一对耳架 然后也是蛋白石和银石 这个银石好像跟我刚刚那边 这个落的银石好像是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的 这是两家 原妙不可言 喜欢这一对 这一对我最近经常带 我看上海厂的孔子的时候带的就是这一对 接下来的一对呢是我自己做的 是我自己做的 我这个长度比较长 这样带 我觉得这种长度是就是比较修饰脸型的一个长度 可以把脸显得就比较小 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个 我是就是想象成它是一串绿扑套来做的 我是不是做的特别好 这个也蛮轻的所以带着也不会痛 然后第三对呢是也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类似于仿故宫款吧 它是这种翡翠干青和碧玺色的一个配色 应该不是真碧玺 真碧玺我买不起 嗯 是这样的配色 它跟这一朵蝉花我觉得还是蛮配的 都是这种碧玺色配上翡翠干青颜色 这一对呢就适合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汉服 好了最后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三只手镯 把它拿出来 其实我之前一直带的是这只 就是上一次手势和分享我就看到弹幕飘过 什么UP主手里带的那只手镯肯定有五万块钱 水头那么好肯定是五万块钱 没有就几百块钱 因为它是秀鱼秀鱼其实不贵 便宜的秀鱼大概在一两百 就算是贵的就是橙色和花光比较好看的 也就是大三位数能买到的 我这只不贵 我这只不贵 并没有弹幕说的五万块钱那么贵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秀鱼的价格低是因为它的产量很多 但是不代表它不好看对不对 不能用价格来肯定一只镯子是不是好看 对 然后 哎呀好喜欢 然后另外两只呢是我最近刚入的两只 两只都是马脑 这只是 据说是帝王子 然后不知道因为是我的小伙伴带给我的 嗯 然后这个戴在手上就特别显摆 像这种马脑价格也不贵 你就是比较一般的一百左右 你好一点就中三位数能买到 这样的 然后 它有一只是这样的一只绿色的镯子 这也是马脑 然后它是贵妃镯的造型 是一个椭圆的 然后就是这样戴进去水 我就刚刚好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光感特别好 这一只呢是我最近最常戴的 因为它不管是视觉上还是真的触感上 都会给人一种就是比较冰凉的感觉 以上呢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